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衰头头跟鱼 爱衰简报鱼 看口大鸡山 头发插起起 插起起 我们寻仆女呢 是福建三大鱼女之一 这个头发对寻仆人来说 是非常非常的重视的 我们从小就不剪头发 因为这边沿海地区 他们呢 他主要就是以鱼业为主 第一 除了方便劳作 第二呢 就是因为他们把这一种打扮呢 赋予在他们的生活中 一种祝福和祝愿 第一次体验 当时看到翻的时候 哇 还有这样 他们现在老人一直保持这个习俗 每天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插花 它象征着希望和光明 那我觉得哇 这个玉衣太好了 看起来都很开心很幸福 有点满意 就是说 可能正在反应 找边缘的 所以就像大厨 有点满意 画一下 rhiz 这一家的 也能做得到 有点满意 就是每到夜晚 接下来就成了灯河 比想象中的要经验很多 就还没让我反应过来 就已经被他这里的那种气息给感染到了 就南方的城市可能会更细致一些 更细节一些 他们的家宴是一个很正式的一个方式 大家一起坐在那正经地吃一顿饭 做的这些都是我们的非音乐化 能让我感受到 那我相信也能带给读者这种感受 我是来自近江市 掌尘莫艺术保护传承中心的一名演员 从小就是比较喜欢文艺 也算是一种缘分吧 能一直坚守的这个岗位 他的这个建筑风格 还有他的一些自己的一些习俗 都让我挺印象深刻的 包括木偶戏啊 可以看到这边 就比较自己的特色了 他能让我能了解到更多的信息 让我看到更多的东西 你看我看这个是新年快乐怎么样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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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准 新迷快乐